相信大家都会把大部分的钱 还在衣食住行这些生活开销上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经济报告 我国人民把大约70%的支出 用在物价可负担房估和交通费这三个开销 报告还指出如果发生物价调涨 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 为此贸销部部长拿督塞夫丁表示 政府将会采取更多措施 解决生活费用高涨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今天公布的经济报告 物价、可负担房屋和交通费 是我国人民最关注的生活课题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拿督塞夫丁 今天出席世界银行的活动后 向媒体表示 我国公民都把70%的支出 用在以上三个开销 一旦物价调涨 低收入群体将受到最大的影响 会把钱花费在休闲用途 不过塞夫丁表示 收入不增加 也是导致人民面对生活负担的主因之一 塞夫丁坦言 不满意现况 因为政府要做的不只是这些 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措施 解决生活费用高涨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 我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将从原本的4.6%下调至4.5%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李查德表示 修订增长率的预期 是因为第三季度的投资和出口增长 而低于预期 报告还指出 由于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的收入增长率放缓 让他们感到自己跟不上步伐 NTV7综合报道